第二十六集 原教席朝着众人看了一眼道 今天依然是画室女图 动笔吧 说吧 他掏出一壶酒 自在地品了起来 众姑子重新嗡嗡地滴雨起来 站在角落里的张奇 一边展开宣纸 一边想着要如何下笔 于绘画一道 他算是出色的 但他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 还是绣画 把刺绣和绘画合在一起 他前世变练过许久 今世一入手 便感觉到灵感滔滔 也因此 他绣的话 才能把皇帝 肖默张轩这等人 都给镇住 看着空白的宣纸 张奇在寻色 要怎么才能引起 袁教席的注意 他是当今之世 少有的名士之一 为人任性不羁 自有风骨 如果他能像张轩那般 看重自己 愿意出手相助 那他就敢无视任何人 大大方方地护着他 大大方方地越过张家人 帮他找一个 他想要的归宿 只是这种大家笛子 世事早已看惯 妇人的手段也见识得多 要想打动他 再得到他的看重 颇不容易 在张奇的寻思中 时辰一点点地过去 直到一堂课结束了 张奇的宣纸 还是一片空白 自然更没有令得 袁教席正眼看他一下 宣纸空白的也不仅是他 袁教席瞟了众人一眼 漫不经心地交代了一句 拿回去话好 说吧 实施然走出了学堂 转眼两堂课业都结束了 张奇回到房中时 还在翻来覆去地想着 他越想越觉得 投袁教席所好这件事 值得一做 可要怎么做 他心里是一点底也没有 记忆中 他便没有与那些 真正的名士打过交道 前世如他这种 以妓妾为目的的女子 根本不可能了解到 真正的名士的内心 他们生活在一片浮华中 学的是化妆着衣 行的是魅惑勾引 想的也应该是 如何能留住男人 如何找机会留下子私 至于名士们那种 精神层次的高洁之人 哪里是他们能够知道的 至于出了张府后的事 张奇寻遍整个记忆 也所剩无几 似乎下意识 他封去了有关的记忆 只留得最纯粹的少女时的事 咬着唇 寻思来寻思去 张奇还是无测可失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婢女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启姑子可在 宣小狼换你 什么 又是张萱换他 张奇挣了挣 在阿绿的硬脆声中 走了出去 站在外面的 还真是张萱的贴身壁子 张奇应了一声道 稍后 回房把衣服头发整理一番 张奇跟着那壁子 朝外走去 那壁子却是带着他 植入了张萧氏的院落 越是靠近那个院落 张奇便越是紧张 他低着头脚步僵硬 这时 那婢女跨入了院落 走了一会儿 他转过头道 小狼在里面候着 进去吧 是 张奇低头跨入堂房中 堂房里 张萱手捧着书本 正坐在张萧氏的下手 与他说着话 看着儿子 张萧氏眉眼都是慈祥的 而张萱也是一脸的笑意 在右侧角落 张锦低着头 闷闷不乐地 玩着自己的手帕 张萧氏偶尔换上几句 他也是一副 没有听到的模样 看到张奇进来 张萱站起来 他温柔地换道 阿奇 快来见过母亲大人 他语气中带着亲近 是想帮着张奇 亲近他的母亲 张奇连忙上前两步 迎迎一扶 脆脆地换道 阿奇 见过母亲 这母亲两次一出 坐在角落里的张锦 抬头便瞪了她一眼 发出一声冷哼 张奇换过后 眼巴巴巴的 又是讨好 又是小心 又是紧张地 看着张萧氏 眼神中 带着渴望亲近 却又不敢的 畏缩之色 对上了她的眼神 张萧氏 脸色沉了沉 她没有应成 张奇的叫唤 而是转头 向张萱笑道 我儿啊 你今儿也累了 回房歇着吧 这是要支开张萧了 张萧摇了摇头笑道 母亲 孩儿不累 她看着张萧氏 诚挚地说道 母亲 阿奇是个真聪慧的 孩儿与她说过几次话 有些感触 到时 母亲帮她 逆得一家许 以阿奇的尊慧 说不定是一帮衬 她的声音一落 张锦便在一旁叫道 九兄 你说什么胡话 我母亲何等身份 怎么会要一个 私生女的帮衬 她越想越荒唐 不由痴痴笑起来 张萧氏也是脸色不好 她瞪了张萧一眼 怒道 阿锦这话说得有理 轩儿 你虽丈夫 有些事儿 还不如你妹妹想得明白 这话一出 张萧一脸沮丧 她惭愧地 看向张琪 张琪把她的表情 收入眼底 暗教不好 这张萧氏看到她这副表情 多半会以为 今日之事 是自己怂恒她的 果然 张萧氏的眼神 更阴沉了 张琪暗叹一声 张萧此举 真真是弄巧成拙 张琪低下头 朝着张萧氏 盈盈盈盈 转向张锦 怯怯地说道 姐姐此言错语 阿琪听过 便是那三品大夫之家 也有妾室当家的 阿琪虽然出身卑贱 可舍得用心 未必没有出头之日 这是她第一次 理直气壮地说这一句话 张萧氏一正 张锦没有想到 她敢反驳 更是一正 在安静中 张琪咬着唇 认真地说道 更何况 阿琪也是有一些才学 若能嫁得一寒门之官为妻 说不定堪为助臂 当然 最关键的是 要张萧氏舍得捧她 推她 她才能由此造化 张萧氏盯紧了她 在张锦赤笑出声时 她不屑地说道 阿琪 智相可是不小啊 张启跪下 朝着她恭敬地磕了一个头 认真地说道 阿琪知晓一些时 姑子最要紧的 是要嫁一个出身相当的夫君 再得到她的敬重 然后才能谈及其他 这些话 她表面上说的是自己 实际上 说的是张锦 她想通过这番话 告诉张萧氏 自己是知道规矩的人 她从来不愿意 怂恿张锦 做那与人私相授受之事 张琪想 在张萧氏面前 难得有开口的机会 这次便是得不到张萧氏的喜欢 最不济 也要与张锦和萧莫的事 撇清一些 说到这里 她又怕张萧氏厌恶自己出头 连张锦都没想过的事都想到了 便又从怀中掏出那副手帕绣画 恭敬得到 这是阿琪与婢子阿绿共同绣旧的 想献给母亲 她这副绣画 与现今健康最流行的绣画如出一辙 还更加精美 如果给张萧氏看到 肯定会大吃一惊 她的一些底牌 也会彻底暴露 那不是现在张琪想要的 可她料到 张萧氏定然不会来接自己这个手帕 张萧氏听了张琪的话 又看了看她捧着的手帕 嘴角扯了扯 一个姑子 与婢女没个尊卑 她还好意思摆出自己知道规矩 哼 这般愚蠢之人还称聪慧 差我家阿锦多了 她挥了挥手 皱眉道 收回去吧 张锦也在一侧赤笑道 你还是留账 卖两个铜子吧 我母亲何等样人 才不耐烦生你一帕子呢 张萧坐在一旁 眼看着事情朝自己不知道的那个方向发展 有心想夸张琪两句 又担心适得其反 干脆什么话都不说 见张萧氏嫖也不嫖 张琪低下头 泱泱地收回帕子 她现在总算是在张萧氏这里过了名路了 便是有一天张萧或者肖默说出了秀话的事 被张萧氏问责 他也有话可说 这时 张萧氏说道 出去吧 是 张琪慢慢推了出去 就在这时 几个婢女恭敬地唤道 婢子见过郎主 张十二郎过来了 自那日过后 张琪已经有多日没有见过他了 听到脚步声 他却是头更低了 张萧氏和张锦都在这里 他可不敢认这个父亲 张十二郎一入门 便看到嫡妻和儿女 他盯着诗里的张萧 温和地问道 这两日可有血腹 张萧朝父亲恭敬地说道 前日儿子目种眼翅 用过薄荷叶后 已然痊愈 为此事 儿子写了一篇 眼明囊腹 正准备请父亲指点一下 听到儿子 为了这么一件小事血腹 张十二郎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点头道 嗯 不错 你去拿来 让为父一睹 这个时代 以及这个时代的父 都是鲜柔的 所系的 便如这个男帝的女子和文人一样 天性中 便少了一种刚毅和身红博大 北地恰恰相反 张萧应了一声 转身走出 在经过张启时 他使了一个眼色 是以他退下 张启低头退去 一直到他离开房间 张十二郎都没有看到他 走了几步 张启听到里面传来的朗朗笑声 不由停下脚步 正正看去 只是看了一眼 他便回过头来 张萧脚步略顿 过了院落 此中没人看来时 他低声歉疚地说道 为兄考虑不周 张启摇头 滴滴地 弱弱地说着 阿兄 阿兄替阿启 在母亲面前说了话 阿启 实在感激不尽 他低着头 怯怯弱弱地 娇小的身姿 如不胜的春风 张萧看着他 暗暗寸闹 我这个妹妹 古小肉鱼 为着自己的身世 不知流过多少泪 想他遗余停台时 那水中倒影显出的妖 是何等细弱 我近日感怀 给他也写了一篇幅 虽没言明他是谁 可我想我他父 也和了性情卓绝 心智英奇 改日倒要拿出来 让众人品一品 定要不逊于肖默的 美人妇才好 寻思了一阵 张萧想起一事 突然唤到 阿启 张启回头望去 对上张启 雾蒙蒙的毛子 张萧又在心里 暗赞了一句张启之美 琢磨着忘记把他的眼 写到腹里了 张启半天不见他说话 不由唤道 旧兄 张萧清醒过来 他走上前一步 朝张启低声说道 陈毅还想见见你 在张启蒙大的 不解的眼眸中 他轻声说道 我把你的想法 告诉了他 阿易说 那是你不识的他 你如与他接触了 定然会欢喜于他 他虽然家境不是大富 倒也能够绝用 阿启如入了大富之家 主母多半是大家姑子 能不能容你还是个问题 他本人长相尚可 又真心看重你 愿意出金求聘 将来主母进门 也定不会让他欺了你去 他想你多多生死生死 说到这里 张萧问道 阿启 陈毅所言甚是有理 你还是考虑下吧 张启垂眸 他摇了摇头 见他如此 张萧暗叹一声 心里却想着 有了机会 得让阿启与陈毅处一处 说不定 他便改变主意了 陈氏虽是皇室 却是时时时的寒门 陈毅作为宗室子弟 又不是一个非常得意的 因此张启的私生女身份 虽低 可凭着她是张氏女 虽然不能嫁她为妻 给她当个妾 那是完全够的 以后陈毅的妻室进了门 看在张氏的名头 以及自己这个兄长 在背后撑腰的份上 怎么着 也不敢欺他太过 兄妹俩告别后 张启回到房中 一坐到房中 她便专心地刺绣起来 她的心有点乱 想借由忙碌 让自己平静下来 在记忆中 她是一个世家子的妻 可现在 她却觉得步步艰难 想到这里 张启看向自己藏金的角落 不一会儿 心又平静下来 这么短的时候呢 她就有了那么多金 既然广陵王都走了 自己也不会再漂泊异乡了 不如找个机会 让九兄给自己另外支些地 一百五十斤 除了支一栋小院子 也不知可以支多少两天 可是 自己的样貌最惹惑 守在院子里也不会安生 还得琢磨琢磨 正在张启 琢磨得昏昏欲睡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 然后 阿绿有点慌乱的脚步声传来 随着吱压一声 他急急闪入房中 对上睁大眼 看着自己的张启 阿绿冲到他面前 小声地说道 阿姐 皇上派人来了 皇上派人了 张启大眼眨巴着看向阿绿 示意他说下去 阿绿喘了口气 继续说道 我听那些人说 各国使者就要离开建康 陛下想赐一些美貌机械给他们 可不知哪个使者开口 说是机械他们多的事 陛下要是愿意 不如赐一些 南地高门大货的姑子给他们 可另有一人说什么 南地女儿多柔媚 而那些传承千百年的士族大家 更令那些北方人神往 若能得到一个血统高贵的 士族姑子危机 北地丈夫真是泛分荣幸 听了这话 陛下便高兴了 他已派人向各大家族下旨 令每个世家献两个姑子上去 说什么不敢求敌女名媛 只要是各世家血脉之人即可 说到这里 阿绿都急得眼睛红了 而且那太监都宣旨了 当时便有人提到了姑子 这 这可怎么办是好 在阿绿不安的询问声中 张启站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